好 主播集团观众 不少台湾人都喜欢拜拜 但你知道吗 在台北市信义区 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 其实有不少这个庙宇 是很小一间的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边呢 是临近这个台北市信义区的 童话宴市旁边 那么这一间庙呢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仙童庙 那么可以看到 它其实真的是小小一间的 临近这个嘉兴街 以及基隆路二段这边 就在这个人行道旁边而已 不过你知道吗 根据这个最新的石架登陆 可以看到在这一间仙童庙 周边两公里左右的 这个平均成交房价 已经来到超过102万这么高了 其实这还不是信义区里头的 这些庙宇里头成交房价最高的 像是在这一间庙的前方 大概280公尺左右的地方 有另一间呢 是这个庙宇 同样是小小一间 假藏在两栋大楼中间 而它的平均成交房价 已经超过105万了 那么其实呢 有一些人就会知道说 是不是有些人不想要 住在庙宇旁边 认为说这样子会降低房价 那我们对此 我们询问了房仲 房仲也表示说 其实因为台北市寸土寸金 所以不少人在选购房屋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太因为说 旁边有没有余儿 来影响他的购买意愿 以上欣赏最新 来交换给彭林主播 有什么ようt购买意愿 也会非常轻易